我剛剛沒有住伏 你經常都沒有記憶 你喝酒都沒有記憶 大家看這條影片的人 第一次來住Monterey就有福了 我們通常自己都忘記做 這間Monterey酒店 名字聽很多次 也有朋友來住過 來過大堂一兩次 但住我們一次都沒說過 這次是第一次住 我們很多清潛的潛水客人在這裡住 因為這裡去清潛 開車是大約五分鐘左右 很近 你需要的話 你要走都可以走到我們 這間其實很多香港人 台灣人是住過 但也有很多人來沖繩時 就是因為看到名字很響 但不知道好不好 的情況下 我們開箱給大家看看 我們可以兩手拼拼 因為這間是大型飯店 所以不需要自己拿東西 很冷氣 我們要先換鞋 通常想換鞋舒服一點 但這個鞋是那些 謝謝 謝謝 這些其實很尷尬 在日本我們在日本住這麼多 然後習慣了不用給貼士 但來到這些大型酒店 我們始終是外國人 覺得你去酒店 通常是要給小費 你東南亞一定要給小費 因為很多人 他們的生活是非常有小費 才可以生存 我們習慣做大型的酒店 是這種模式 所以別人幫我們拿上來 其實要不要給呢 我不知道 大家如果知道 所有大酒店的高層 是不是預期客給還是不給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來聽 卷水 卷水這麼開心 Mijiang是不是 很開心 多一點都可以玩 那你們玩 大個都是這麼熱的 好羞 嗯 哈哈 有一個人嗎? 有沒有人陪伴? 沒用的 你按著我的音訊是Youtube 不是Youtube,是Instagram 真的不懂事 畢竟在這裡挺爽的 超爽的 你以為夏天開泳池 慘了,沒有人玩 原來這個所謂IndoorPool 也有一個外出的物體 是暖水 還看著海很爽 好像在浸溫泉 當然水不是太熱 但適合 但熱回去浸不久 現在這些溫度有時間浸 這裡其實有很多泳池 有一部分的泳池叫Garden Pool 那是夏天才開的 然後這一部分是屬於IndoorPool IndoorPool這裡是要付費的 IndoorPool那部分 連著大浴場在一起 你買了一次票之後 可以用到第二天的12點 這個IndoorPool 再加上大浴場 再加上健身 帶人在這裡住的話 收1500日圓一個 小朋友就750日圓 如果在外面來的 我看見他有個牌子 也有寫的 他有個收費表 好像是3000 即是雙倍 如果外人 即是你不在這裡住 也可以玩 如果大家冬天來都不要緊 其實來這個收費的IndoorPool 你都仍然可以在室外 用暖水浸著 然後看著很漂亮的海 也挺舒服的 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背部是有按摩的 這裡有點像露天風裡的感覺 不過水不太熱 我剛剛沒有很舒服 我喜歡這個房間 我也不知道是英式還是美式 總之又有木拉 又有一些豪華感覺 但是他又全身裝修過 很多地方都很新 他的浴室是真的日式 但是很棒 我覺得在浴室裡浸浴也很好玩 你女兒說要浸嗎 我覺得浴室真的很漂亮 給錢沒理由不浸 是這樣的 大哥 自費 用盡 是這樣的 在鄭恩納村市中心 真的 旁邊全部都是 resort hotel bitch 當然會有很多餐廳 我們就試試在這裡 用腳走去找餐廳 我們最後都是走來這間吃 我們本來想吃那間的 在鄭對面 但是他沒有位 很多旁邊都看見有些人排出來 這間之前吃過幾次是OK的 尤其是疫情之前 都不是說很貴 我打電話來 他說有位 這間是越來越貴 這間是2000頭 這間是2000多 發現現在叫完之後 白飯要另外叫 所以有點驚訝 可能我們舊時都是直午餐多 通常午餐都是連飯和食物 沒有想過2000多日圓 還要另外叫飯 當然這些和豆腐是任裝的 但基本上一眼看 賣單至少都8-9000日圓 如果這些在喇叭那些吃 就算阿菇也好 都可能1500至1800 這裡是要2300至1800 然後是沒有飯 我們以前覺得很划算 有阿菇也好 但現在就沒有以前那麼划算 要不大家早點出門 或者早點去訂 酒店對面有幾間居酒屋 其實不太貴 吃沖繩料理 那些可以試一下 逢在恩納村住的話 真的強烈建議大家 早點看Google Maps 有哪間深水的話 叫Hotel幫你訂定位置 如果不是 要不就早點走出來 看看有沒有 可能洩人家的walking位 而且期望 因為恩納村 都是主要做遊客生意 那些東西是貴一點 但沒辦法 疫情大家都來了三年 他們押納不到的 大家就支持一下 如果不是 連這些餐廳 都可能沒有了 住在大型的酒店 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夏天 你突然遇上颱風 沒有事要做 怕會有大量的體驗 讓你在酒店裡玩 之餘 還有一些 Toyota Car Share 你看看 很便宜 15分鐘 220欄 你沒有開車的話 你不斷出入的士 幾千幾千幾千 那很貴的嘛 你去附近 想兜一下景點的話 真的很便宜 這些其實真的要大酒店 才有這些服務 還有 有些小朋友 真的很小 大家帶來玩 想玩水上活動 有人看的話 他有一些比較 輕鬆的東西 兩歲 是兩歲 他們就會接受 報名 其實很多大酒店 都有一個服務 就是你可以買一些 有折扣的券 去不同的主題公園 例如琉球邨 Neo Park 然後這邊 當然了 最有名的 北邊明湖 水族館 沖繩 沖繩 Oakinawa World 這些都有折扣券 在桌上買 真是方便 大酒店就是一個方便的地方 手信店 就跟其他的大型酒店差不多 都是那類的東西 價錢不會特別貴 我是覺得比較驚訝 它這個酒店裏面的便利店 它裏面的價錢 真的跟街邊 Lawson Family Mark 差不多價錢 你看看 它收你良心價150 170 那些170 那些 你出去外面 便利店都差不多 我們試過去某一間 酒店裏面的便利店 它這些可以賣到二三百日圓 真的好像主題公園 這個外面 都要賣一百三十幾 還是什麼 200 我覺得這些 只是可以 當然要找最便宜的比較 就沒什麼好比 它一定會比外面最便宜的 那間Diares 每次都買一些好東西給爹爹 然後你知道嗎 這個每個都讚 是我有味道 大家不知道 爹爹有這個 這個 這個牌子的T-shirt 其實質料很好 這個海人 所以這些可以買回去 因為 又漂亮又好笑又沖繩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買 很適合 你經常都沒有記憶 你喝酒都沒有記憶 很適合 那間酒店的人 第一次來住Montereyes 就有福了 我們通常自己都忘記做 如果你裝了早餐計劃 他一早會給了這張票 可以在這裏 搜尋了QR Code 然後用LINE的方法去排隊 那你就可以在房間排隊 去到差不多是你的時候 他就會叫你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下來 但是叫了你十分鐘之後 你都不在 那個號碼就會不見了 你也可以那個人 真是真人下來 排隊的話 在那部機器那裏 按大人細路 立即出飛 這樣排隊又行 當然你在安座房中 排隊當然方便些 但是他叫你 你就很快些搭電梯下來 如果你來日本之前 未做過新的LINE account 你要搞一輪 在這個LINE上面開了帳 你才可以用 他這個叫你來吃東西的 這個系統 還有為什麼要用呢 淡季要等二十分鐘 你可想而知 去到夏天可能真的要等一小時 大家一定要用這個QR Code 其實這裏早餐 食物的種類 坦白說不是很多 但是他知道人多 所以將東西分得很開 同一個種類的東西 他用百多位置來擺 因為舊式的日本那些步飛 他們真的會排隊 雖然這些東西不想拿 想去前面拿 他們是不敢 或者不做 但是因為外國人多 不管 每個人都想拿哪些 就去拿 就不會無緣無聊的人龍出現 所以拿東西都很快 我們轉一晚的感想 首先講一些細節 而這些細節基本上 在官網那些會看不到的 例如網絡 可能住的人很多 很多人用 爹爹和Mia 經歷了幾次 突然斷線 但是它解決又很快 我們覺得酒店 真的要快點換一換那些路線 或者再加強更多的訊號 然後房內 現在始終很多人用USB 去插電 插手機 爹爹試過 不斷在場地插進去 因為樣子很像是插USB-C的頭 但原來插了一大輪 發覺原來純粹是一個電掣 只不過打直 所以差點糟 差點電死自己 可能就是比較大型的酒店 好像很多年前翻新了 又趕不及這個時代的進步 USB-C的線 直接插入場 就還未有 但剛才那些東西 是可以解決得到 網絡的話 它上線其實速度很快 所以也不是很大問題 先說一些好東西 我們很明白 為何我們清潛的潛水客人 那麼喜歡用這間酒店 它是一間很親子的酒店 它又有小朋友的遊玩 當然有這個沙灘 很安全可以在這裏玩 不知道有入浴泊 不知道到夏天有外出浴泊 很多地方給小朋友玩 還有一些體驗 然後對大人來說 有甚麼好東西呢 這裡有大浴場 裡面真的有一個溫泉的位置 顏色是不同的 所以來到這裡 除了可以玩水之外 你也可以享受到大浴場 這些很日本的設施 我們覺得很棒 尤其是房間裡的洗澡設施 並不是西式 它是一個日式的洗澡設施 分開洗澡 然後浸浴 整個設置是一個日式的 但房間本身是西式的 真的很有趣 一個融合 然後其實房間真的很大 住得很舒服 我們三個人 所以加了一張床在角落 但不會覺得迫夾 仍然覺得很大 房間很棒 然後當然 它很近我們清潛 再說一次 開車大概五分鐘就到 所以很方便來玩我們清潛的浮潛 體驗潛水和分呆活動 早餐大家看到現在的畫面 早餐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 都可以說是平常的早餐 其實它的種類不太多 但我們覺得 起碼每一種配合的食物 你後來入口 你都會覺得 也不錯 好吃的 是沒有不好味的一種 是平常的 但如果你想要鵪力 這裏就沒有了 即是那些直接做給你那些 就沒有那些鵪力 就是差這一樣 但它那個自助餐 其實是很有效率去補充食物 還有桌子 它會真的來拿走 你吃完用完的餐具 有些酒店 基本上不夠人 是你由頭到尾 坐在這裏 八九個字 是沒有人來收東西的 我們亦都試過 但這裏是會收東西 我們覺得那些服務 做得真是頗好 很容易的 早餐 又說多次了 夏天 大家起床 立刻去按個QR Code 立刻去排隊 應該要等候的時間 是長很多的 然後這一種 大型酒店 對於夏天來說 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大家知道 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都有機會突然來颱風 你要在大型酒店裏 出不到街的情況下 裏面都可以玩 你真的要在這些酒店 才有 小孩子有遊樂室 大人沒有事做 起碼可以先去浸浴 你很無聊的 就去健身 他又有很多體驗工房 不會太愚蠢蠢 運到酒店 只吃便利店的東西 就過一天 你起碼可以玩 我們是住在沖繩的香港人 Oki Family 大家記得繼續留意我們的頻道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之後會有更多酒店開箱 如果你不想來到 才知道你想去的店 已經結束了 那就快點訂閱我們 Oki Family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